哈囉 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燦爛朗讀時間 那今天呢就有我這個小象跟大象 情歡要來一起為大家朗讀接力 我們今天要讀的第一本書呢就是 外婆家有事 雖然看起來我們兩個比較有事 但其實是外婆家有事喔 那要什麼這麼說叫外婆家有事 就是我們現在請到作者來幫我們現身說 欸有一個人在看 這麼快就跑作者出來 他像不會看到 欸作者很快就出現了 因為我們有先生 我要講這話 你要講說為什麼這本書叫外婆家有事 為什麼這本書叫外婆家有事 你可以近一點 欸你就跑上去 好啦我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要那麼小聲 因為我們二樓還在做那個 演講活動 請大家自己開音量開大聲一點 對對對 欸你看我們還有客人來 我先去招呼一下客人 不然他是自己找不到位置 有一個空位可以做 外婆家有事 這本書已經很老了 這本書是2014年寫的 那其實就是 欸你看直播 你看直播他字是反的 對啊沒辦法 請讓他自己反過來看 直的你拿直的啦 直的書背書背 對對對 這樣還不是一樣 這樣中文字是反的 就至少是直的啊 好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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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家 當時 當時談的這個外婆家呢 就是因為要談 新住民朋友 有些新二代的外婆家 是指東南亞 好 那意思是說 在東南亞 東南亞這個地方 不是像 一般我們想像的 就是一個觀光 觀光旅遊的地方 然後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我們要說的是 那邊有很多事情發生 好的事情 壞的事情 有歷史 然後有人文 有政治上的 有經濟上的 欸 我們又來一位 長公踢 長公踢 等一下會念故事給大家聽 所以那時候就把 我在那幾年寫的一些相關的文章 集結成這一本 外婆家有事 外婆家有事 好像那時候流行有事 你有事嗎 有事嗎 現在還在流行嗎 流行太久了 你來這裡 你有事嗎 他有事 我們家有事嗎 人家沒事 好 所以 所以就有這樣一本書 好 那我們這個活動是 我們這個 朗讀接力的活動是 點發科 贊助我們 那我們為了要推廣閱讀 請大家都盡量 多讀點書 然後從書裡面吸收一點知識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天 沒有 我很堅持 那個 大廈要一起錄 這樣也看不出來 是大廈 對啊 你等一下 然後他再Cue你進來 坐著有事 坐著有事 有事嗎 有事嗎 對 待會兒 就我們的 那個 最美艷的長公會 來替大家 就在看人是我們的長公 上回 我們要把那個連結 多貼幾個地方 我退廠 我上去看一下 樓上的演講 好的 謝謝 謝謝我們的作者 請幫我們貼連結 貼連結 連結在哪裡 好的 為什麼今天要選這本書呢 因為我們今天書店的二樓 現在正在進行的呢 就是我們 印尼好朋友 尤斯尼的演講 那演講的題目呢 就是 移工的 夢想與勇氣 所以呢 未來要跟今天 一整個系列結合 所以我們決定要來 讀這本書 好 那現在呢 我們 除了這本書之外 好像題目還有 兩本書 搭配給大家介紹 我們下一段節目 再跟大家做介紹 那現在先讀這本書囉 好 請速進 我現在要念的是 第93頁 93頁 part 2 靜觀 談東南亞 在台灣 想像一下 在台北車站 已經開齋節 時間回到2013年 8月 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技術上 這樣會有聲音嗎 要有一個人測試啊 不然你們不知道 喂喂 有開嗎 有 我聽我聽我聽我 好的 那我們剛剛這個part 再重cue一次 直播觀眾 就是主持人本人 有聲音嗎 而且我真的很怕被樓上的媽 因為我怕我門太吵 可以嗎 可以了 好 可以可以 我們再回到2013年8月11日星期天 那天是伊斯蘭教開齋節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假日 大批信奉伊斯蘭教的印尼移工聚集在台北車站 一位帶著家人從台南到台北旅遊的檢察官 從地底的高鐵月台到了平面的台鐵大廳 憤怒地將眼前情況形容為台北車站已被外勞攻陷 透過媒體的報導引發了一連串爭論 一方認為移工聚集有愛觀瞻 阻擾旅客進出 一方則主張台鐵大廳原本就是公共空間 應該尊重移工與其信仰 而兩邊不討好 兩面不是人的台北車站 認為最大的麻煩是移工席地而坐 談笑飲食 飲料食物難免打翻 會造成地面濕滑髒亂 這的確左右為難 台北車站有其交通樞紐的任務 但是開齋節是伊斯蘭教最重要的節日 重要性好比華人的農曆新年 和基督徒的聖誕節 絕大多數信奉伊斯蘭教的 二十萬名印尼移工 經歷了日間不可禁食飲水的三十天在戒月 括號伊斯蘭利的九月之後 在這個星期天放假相聚 而交通便利的車站 車站原本就是朋友相約的第一優先場所 台灣人毅然 尤其對於薪資偏低的移工來說 渴望的只是暫時脫離工作場域 見到熟悉的面孔 吃熟悉的食物 以熟悉的語言交談 在放假時間有限的狀況下 車站不僅是他們相聚的第一站 也可能是唯一的一站 我對此在天下雜誌的 獨立評論at天下發表了兩篇文章 相約台北車站頓號 承認吧我們總是歧視著什麼 呼籲正視印尼移工眾多的事實 並為隔年的開災節預做準備 建議2014年開災節後的星期天 在台北車站裡裡外外加上印尼文的指示標語 歡迎勢必從各地湧來的印尼移工 並且更進一步英式地道 邀請伊斯蘭教的升職人員 在台北車站大廳主持敬拜儀式 伊斯蘭教的敬拜儀式非常莊重 敬拜者必須服裝儀容整齊 尤其要把雙腳洗乾淨 酒醉不能參與男女要分區 於是當天的台北車站大廳 將會看到印尼文朋友乾淨的走上地毯 排列整齊著朝向伊斯蘭教聖地賣家的方向 反覆立正鞠躬跪下叩首 嘴裡背誦則古蘭經文 因為要敬拜所以會鋪地毯 而且因為地毯是敬拜要用的 所以在非敬拜的時段 理所當然必須圍起來保持清潔 只留下通道供旅客通行 也就是說這一天的台北車站大廳 就像舉辦活動展覽室一樣 不方便讓大家洗地耳座吃東西聊天 這也就解決讓台北車站頭痛的問題 好的辣妹 這個朗爐到這邊有一點累 所以現在我把麥克風交給我旁邊的 好弱喔辣妹 噓 我旁邊的另外一個副主持人 挺寬謝謝 我練到這邊 這邊這邊 從這裡開始 當然當然開始 當然還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 包括在車站周圍的空地邀請相關攤商 社福單位 醫療單位進駐 最好還有表演 伊斯蘭文物的展覽 吸引人潮離開空間有限的大廳 再遠一點的228公園 原本就是移工朋友假日聚會的熱門場所 公園裡的台灣博物館與228紀念館 若能配合伊斯蘭開齋節 準備印尼文的簡介傳單與印尼文導覽 也可以順便讓這些遠來的朋友 深入的了解台灣 當然這些純粹只是我的建議 最後如何還是要看台北車站的決定 2014年 伊斯蘭開齋節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天 我和妻子雲章來到台北車站 其實為了這天 我從前一年的開齋節開始幾乎擔心了一整年 擔心又有不明就裡的台灣旅客乍箭 外勞工陷台北車站而動怒 也擔心台鐵當局橫了心 殺手 不管必定會人山人海的這一天 反正隔天 頭戴鋼盔被賣一陣子就沒事了 不過幸好台北車站這一年來 與台北市政府在台印尼媒體 一共組織密切的聯繫 在有限的預算裡 多多少少做了一些預防措施 才有這次的成績 我一直很同情台北車站 當初被設計成所有交通動線的樞紐勢幣 就會在特定時間成為人潮聚集處 也不能臨時生出一雙腿躲起來 而真正該擔起責任的勞動部與經濟部 卻裝聾作啞 台灣要經濟發展 所以從東南亞引進勞動力 但是沒想到 請來的不只是單純的勞動力也是人 是有信仰有感情 偶爾也會生病的人 主管部門不該視而不見 怎麼負責聰明點子 或許一時還想不出來 但是絕對不准以沒錢當藉口 每一位聘請移工的僱主 每月必須繳交兩千至五千不等的就業安定費 這筆費用呢 就是聘請照顧老人病人的監護工 需要繳兩千元聘請照顧小孩打理家務的幫傭 則需繳五千元 所以很多聰明的雇主 當然是聘請較便宜的監護工來當幫傭囉 以目前五十萬名移工 現在有六十萬了 現在有六十萬了 這是很久以前的書 來估計 兩千元乘以五十萬人 一個月禁收至少一億元以上 這也是以前的錢 現在應該漲價 年復一年 早已累積不知多少個億的就業安定 基金到底用到哪裡安定了誰 不管前勞動部長潘世偉是否因為非文或黨人財力而下台 希望他也可以秉持單車業期的純情幫忙釐清 也希望警方可以出來查個清楚 好 我就講到這裡 好 我們下一位 我們的下一位 自動變成了地下電台模式 對 欸 你不是要講台語嗎 介紹嗎 好 好 好 我們因為現在要推廣多元文化 所以我們今天一半的節目 我們就讓台語來進行 所以 我們歡迎我們 嘉義來的鄉親 踢 沒有位置 沒有位置 大家好 我們都穿灰色很好踢 對啊 我們三個都穿灰色 欸 說的 欸 完全 同一個聲音 噓 你太大聲了 欸 你要說這是什麼啊 頭巾派對啦 台北車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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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巾派對 頭巾派對 文將跟我 我不要說話 我不要說話 想說 親戀有親戀 看分別穿著一歐一白 禮布固端T恤 等一下 我們先拍照一下 等一下我們先拍照一下 等一下我們先拍照 好 後面有Lucy 這麼多人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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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 雲章和我分別穿著一黑一白的 你不孤單T恤 T恤 T恤上有包括印尼紋在內 九種紋字的你不孤單 客人小聲一點 很小聲 沒事了沒事了 有人在看嗎 有啦 只有我們自己 這是去年童子協先生贊助 移工活動時做的 雲章還特地帶了一件簡易 套頭是伊斯蘭頭巾 這是早先 刺方報印尼主編安妮送她的 我則帶了幾份印尼文版刺方報 出發 今天是伊斯蘭教開災節 結束後的第一個星期天 我們兩人要去台北車站坐田野 湊熱鬧 那這樣 那耍有等包麻煩 穆斯林在台北過新年 台北車站台灣最大站 捷運台鐵高鐵短程公車長途巴斯 再來人潮 為什麼要途完街上台北車站 在此交錯湧動 除了半夜打烊 這裡幾乎沒有人少的時候 而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多了一群一群帶著頭巾神色慌張又雀躍的 雀躍還是雀躍 雀躍 雀躍的印尼女生 下了捷運 我提醒雲章趕緊拿出秘密武器 頭巾她說要到女廁對著鏡子帶 我在女廁門外等了半天 雲章才終於裹著黑色香精的頭巾出來 聽起來很豪華 雲章興奮又得意的說 她請女廁裡的印尼女生交她帶 那個印尼女生很開心 細心的幫雲章調整又調整 調整完還要求合照 順著人流輾轉到地面 果然成群的印尼移工已經溢出世外 在悶熱的車站東門外洗地而坐 我們擠啊擠啊擠進大廳 大廳中央有個簡易舞台 一群穿著印尼傳統服裝的大姐們 宅歌宅舞 台灣人印尼人圍成一圈拿出大大小小的手機或平板 霹哩啪啦一直拍 大哥 不是大哥 好好唸 好好唸 大廳做得滿滿的 不過售票處圍了紅龍 確保不要阻礙買票的乘客 通到兩旁的 到底有沒有在觀看 有啦 是我們兩個喔 哪是啦 你要為了我 他剛分享出去 大廳中央有個簡易 我剛唸到哪裡啊 大哥 大廳 擠啊擠進大廳 大廳中央有個簡易舞台 一群穿著印尼傳統服裝的大姐 怎麼唸過呢 大廳做得滿滿的 不過售票處圍了紅龍 確保不要阻礙買票的乘客 謝謝大家 兩個多 新個人喔 還有尾 用心 用心耶 謝謝你不要腦補瓜號 這是朗讀 這不是那個 反正也沒有人在認真票 有有有 不好意思 寫 通道兩旁的地上 則貼了中文和印尼文雙語的標示 寫著 請禮讓通道給老弱婦孺 以及大街行李的人 雖然不怎麼明顯 但是大家也真的就流出了通道 印尼移工團體IPIT 還組織了志工隊與台鐵的工作人員 分頭清潔場地 現場萬人交談嬉笑 匯聚起來的嗡嗡聲 搭配舞台音響傳出的音樂 的確是興奮又浮躁的過節氣氛 老實說 印尼朋友放假來此也沒真的要做什麼 也沒有表演 有沒有表演 有沒有表演也無所謂 也無所謂 我又不是朗讀高手 哎呀 哎呀 就只是剛好過節 所以想他們講著 欸很累了 是不是很累 剛剛還說我很弱 同樣語言的親朋好友聚在 這個椅子不好坐啊 好友挨在一起 然而真的挨在一起 坐在地上一整天 也實在沒那麼多話可以說 多半自顧自得滑手機 像我現在旁邊這個人 簡直就和台灣人過農曆臉一樣 下一段了 oh yeah 喔 現在只剩下一個人 是因為我講得太爛嗎 找一找 誰的頭巾最漂亮 你們可以選我們想要念的嗎 啊算了 我和出版社約了三點在這 他們希望我替兩本書說幾句話 要錄影 藍沛家的跨國灰姑娘 我們有 趕快拿出來 快拿出來 跨國灰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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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沒有這個 只是 就是這一本 就是這一本 藍沛家 還有白小紅的散沙 這好像也有喔 一本寫台灣 一本寫中國 兩本寫的都是移工 散沙 都是深刻誠懇的重要好書 在這滿滿印尼移工的台北車站大廳 介紹了這兩本書 真是在世呢 不過了 正後 正後 大陸 大陸的旁邊 大陸的旁邊 他們正在找散沙這本書 再來繼續 哪裡啊 不過錄影的時間還早 我和雲章盤算著 該怎麼打入坐在地上 圍成好多好多小圈圈的印尼移工 東章希望 眼前竟是各式各樣色彩斑斓的伊斯蘭頭巾 對了 頭巾啊 哈哈哈哈 假裝自己在那邊看 雲章的頭上還裹著剛才在 女廁時印尼朋友幫她戴的黑色頭巾 我們就以頭巾作為藉口找人拍照吧 先搜尋誰的頭巾漂亮 那不漂亮的怎麼辦 如果她也剛好鋪吧 就上前要求合照 試了幾次都非常順利 印尼朋友對於台灣女生 願意和她們一樣包童巾 像是他鄉與故之 笑得何不容嘴 拍完照 我們就問問她們在哪裡工作 來了多久 互留臉書帳號 最後再以我們有限的印尼說話聲 印尼話說聲 這是我唯一會講的 然後她們會更開心的回答 謝謝跟不客氣的意思 我們又找到了一位包著頭巾和 還外加墨鏡的帥氣印尼女生 如法炮製照樣打正 不過拍完照之後 這位墨鏡移工和她的兩位朋友 似乎在爭執什麼 原來三人都是第一次來台北 現在要回苗栗頭份 但是不知道去哪兒 家母 家母 謝謝 主持人的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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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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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直播 阿姨要不要幫我們唸下去 阿姨可以用廣東話幫我們唸一下 因為家母剛好是香港人 因為我們現在在直播什麼 直播朗讀的活動 那這個朗讀我們就是會有輪流接力 然後呢我們就會讀一本書 那這本書剛好的作者就是張正哥 他現在在樓上 他剛剛已經幫我們開場 就是介紹一下這本外婆家有事 那因為我媽媽外婆家就是在香港 我們現在就請她用廣東話 是妳的外婆家 我的外婆家 她的外婆也是 但是已經 對 死掉了 笑我現在可以講 你可以念一下嗎 可以啊 有人在等妳嗎 沒有 喔有啊 妳的 我的皇上 妳的皇上 笑 因為我媽最近看珍環傳有一點發瘋 她都一直叫我爸皇上 超丟臉 在外面吃飯 她都說皇上妳的茶 我都很想死 對 妳不要死 好好 那我現在請她來 妳要摸我了 但是因為她有時候都會亂念 所以我要找一段 簡單的給她念 這段很好啊 這段很好啊 這段嗎 從標題開始 我們現在要念的是 是醒覺 是外婆家有事的第101頁 好好念 大家好 我就開始用廣東話來念 妳可以講廣東話嗎 行得台灣尋找外籍義工 請問大家聽得懂嗎 我來翻譯 我來翻譯 是醒覺台灣尋找外籍義工 好 開始 繼續 我和媒體前輩 徐淚希 從2013年起 合作了一個東南亞語電視節目 節目名稱是 《唱四方》 《唱四方》是每週播出一次的歌唱節目 但又有點像旅遊行腳節目 我們抗著攝影精 尋訪台灣各地的東南亞群族 請移民移工 在鏡頭前以母語唱歌 也順便介紹他們平時的生活 並透過鏡頭和家鄉的親人說說話 在去年開齋節之前 位於中力後火車站的印尼口味 雜貨老闆娘邀請我們去錄影 小店的一樓店面賣雜貨 兼賣食物餐飲 我們一邊介紹食物 一邊慫恿鼓勵店裡的人來客人唱歌 太好了謝謝媽媽 請問大家聽得懂嗎 聽不懂也沒關係 可以去學廣東話 謝謝啦 拜拜 可是等一下插波來教廣東 插波來教廣東 插波講兩句啊 好 新年快樂廣東話怎麼講呢 新年快樂 這個是完全不對的 因為我是台灣小孩 完全變調的 好 新年快樂 那通常呢 廣東人呢不會講這四個字 通常他們會講的是 恭喜發財 就是恭喜發財 謝謝媽媽 這位先生講得不錯 再一次 恭喜發財 他講得非常好 那既然都已經學到了新年快樂 我們就來再進這個 印尼文新年快樂 要怎麼說呢 好 不會韓文 請慢一點再一次 好 那我們現在在韓文 要怎麼說呢 太好了 那祝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等一下要進入到下一本書了 我們現在先中場休息一下 各位觀眾可以去上個廁所 再見 待會見 拜拜拜拜 我是客串的 拜拜 大家都知道 皇上要等你再見 皇上 你要說成全全腿啊 成全新腿了 拜拜 這是你的 我不知道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們都吃飽 好 你要吃飽 好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很多耶 好誇張 就晚餐 午餐 什麼餐 謝謝 下午茶一起 拜拜 現在真的是 還在直播嗎 還在 好 等一下 有個新朋友 一 純藝 正 現在加入我們 直播的行列 純藝 純藝 純藝要不要講幾句話 歡迎純藝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線上的觀眾朋友一起 鼎西智嫻是什麼樣子 鼎西智嫻 鼎西智嫻 鼎西智嫻要先吃一下飯 鼎西智嫻是誰 你喔 是你喔 你不是要分我們吃嗎 可以啊 吃什麼東西 這是廣東的食物嗎 對啊我們剛剛去飲茶 你們去吃飲茶 是鴨肉 哦好像很高級耶 大家看一下這是廣東 這是馬來 欸這很酷 這是馬來西亞的粵菜餐廳 就是馬來西亞的 可是這是北京烤鴨嗎 對 但是就是廣東的粵菜餐廳 那那另外一份是什麼 這是湯加肉 鼎西智嫻永遠秉持的多元文化精神 沒錯 他在 呃 馬來西亞人開的粵菜餐廳吃北京料理 我來吃給大家看 嗯 吃那個 韓國最近很流行這個耶 叫做那個 就是 韓國最近就是 欸你要來這裡 就是韓國最近很流行那個 看別人吃東西 那換怎樣 就是要吃得很香 然後一直一直吃一直狂吃這樣 你拿一個啊 我要來吃一個 嗯 欸你不要吃一個 淡姐淡姐 請你 好我們要有一個人在工作一點 假裝我們來就很認真 假裝我們來就很認真 好不好吃 很好吃耶 你的有肉 有一種 我的是皮 你可以跟我交換 是一樣嗎 我的是肉啊 我的是皮啊 他是 我媽是狗弄那種 分開組合 好酷喔 你要吃皮皮很脆喔 好嗎 我吃一口 我剛剛還聽不懂耶 怎麼會聽不懂 我還想說不就都是皮嗎 烤鴨的皮 不是餅皮 怎麼樣 很脆 純毅會不會覺得我們很瞎啊 純毅請先不要離開 好 我們接下來就要進行下一個階段 爆出來了 那等一下介紹這個 然後你拿一口肉 下面的東西 很好吃耶 很好 那我們要有一個 我媽多捧我 你看他開始練了 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進場 進場 你要先把那個 對這樣 你還在嗎 好 5 4 3 2 欸 你沒有入鏡 有啊 好大家好 快點好我們又回來了 感謝純毅不離福氣 始終掛在線上 好 我們接下來第二本書 就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香港的一位作家叫做蘇美智 他在2015年所發行的作品 請問要 外傭 請問要 你們先一下 請問要 那這本書非常特別 他寫的是香港的菲律賓 還有印尼外傭的故事 那 他的標題叫做 外傭 住在家裡的陌生人 柯伯雇 和黑心外傭 以外的故事 吹一下線 吹一下線 沒有他正在觀看啊 那這本書他分成了好幾個主題 那我來跟大家做分享 這個書總共有幾個主題呢 等一下可以唸代書人寫的話 第一個 他就 第一個部分他寫的是 我們的家在虛假的親密中化解 那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講的就是呢 一個家幾近兩國的人和一段僱傭關係 環境上親密 可是心理上卻很陌生 在這個奇異的處境中 我們 怎麼學習跟異鄉人 在同一個無言下朝夕相處 如何 不當一名 神正鬼宴的僱主 如何彼此信任 如何設定各自的領域 那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講的就是 他們的家電話另外一頭的家庭關係 大家知道 移工其實都是理想背景 跨越好幾千公里的海洋來到我們的國家 尤其是香港或者像台灣這些新興的富裕國家 那這個部分他講的就是 這些人的村子裡好像都有一些人出國當移工 那這些在這裡很多人的丈夫沒有了妻子 很多的小孩沒有媽媽 這些女人都跑到別人的家裡照顧別人的家庭 那自己的家又是怎麼樣呢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好奇呢 然後再來第三個部分就討論到制度 從家庭到制度 從剝削到改變 那這一扇家門裡面在一個家庭場域裡面發生的事情 要怎麼樣去看到整個制度面不合理的 制度上的不正義或者說不合理的部分 那我們要透過討論去找到改變的力量 那第四個部分其實他就會有一部分是攝影集 這本書很有趣不只是文字 他還有跟還有一部分的攝影集 那這個部分就有一個攝影師帶著讀者到印尼的小菲律賓 到香港的小菲律賓跟小印尼去看移工們在星期日的時候 怎麼脫離他們工作勞動的身份去好好的利用他們這一天去做一個放假的動作 那異鄉人的星期天到底是怎麼樣呢 就像今天星期天Yusni在我們二樓有一個講座跟大家做分享 還在進行喔 朋友也可以去那裡看一下直播 兩場我們都有直播 好 那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他他和他的面貌 這個他都是女生的他 那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女子啊 不約而同的到了香港這個地方 那有些人因為掌控不了命運 有些人為了掌控自己的命運 而且有些人是命運因為來到這邊就改變了 那在異鄉的生活他們都鍛煉成堅韌的身影 但各有各的姿態 除了是外傭 同時也是詩人 排球女將學生 工會領袖 或者是最原本的身份 媽媽等等 那這個部分其實就介紹了非常多移工 除了移工以外的身份 的故事 那 志賢 我們要 你隨便選葉吧 志賢決定先讓大家看一下攝影機 那他裡面呢 就是 志賢你示範我來了 不是 攝影機在這裡 不是我是讓大家看說他有字跟圖的那個搭配 欸 好啦 好 這本書的設計其實在你的 的舒爽喔 就是 對讀起來其實是很舒服的 就是 有漂亮的圖片 很即時風格的圖片 然後 也有跟照片相關的文字 我去喝一下水 我去喝一下水 你選你葉 然後我們來 我來選葉大家等一下 喔你看還有這種 可以馬上看 看字看太多 覺得 眼睛很痠很痠 就可以看一下這種很像 時尚雜誌的那種拍攝 欸 線上有一個 御鳳 中御鳳 老師 也 也到了我們的現場 OKOK 那你要跟老師講一下話 等一下我們再聊 我們先來朗誦 一段 文字跟大家做分享 我覺得可以念一下 一開始 好 這本書其實作者也有來過我們書店喔 在很久很久以前 那 當時這本書他捐過來的時候 他就說了 這我看不懂 謝謝你 謝謝你 你翻開這本書 一窺這個有關 種族 跟家庭的故事 第三 讓我們書店可以 亂寫 筆記在我們那邊上 然後 也跟大家聽一下 呃 在燦燃時光 這間書店裡面的書 都可 都是可以自己 很自由的在上面寫東西 你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 不開心的事情 都可以在上面 跟下一位讀者 做分享 好 你選到了 這個這個好像很不錯 這個主題 好 那我們現在要 看的 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是 從一開始 請大家給我 三十秒 我們從那個 我們從那個 今天是星期日 要不要從星期日 那個是攝影集 好 開始 開始 好 從頭 我們那個序好了 我練 我練零喝水 好 交給我 前言 從三十三萬分之一開始 如果香港沒有輸入外傭 這本書根本不可能出現 我是香港三十三萬個外傭雇主之一 我家外傭的聘用合約上 簽著我的名字 在主流傳媒裡 我 面目猙獰 應用 我不會唸 哪裡 Alfiana Alfiana 那張被暴力摧殘的臉孔 正在向全世界宣告在 文明外衣底下 香港雇主之餓 我 可贈可餓 物 即時家住千尺單位 依然費盡心思在馬桶上搭建單人床 還喜滋滋的向訪客展示奇妙空間 喔 有點嚇到我 在一些愛孩子的人眼裡 我是不負責任的家長 把孩子丟給外傭成為另類孤兒 我也殘忍的天真 奢望外傭挑戰人類極限 以歐贏萬姿態接管家中大小事物 包括買夫主食 買 我沒看過這個字耶 買 買送 買送主食 可以幫我查一下這什麼意思嗎 煮菜 煮菜 買菜 推輪以悲孩子 洗衣洗車洗廁所 並且兼任小學姬的 英語補習老師和雇主生活壓力的出氣帶 在一些愛研究的學者筆下 外傭雇主四個字早 滲入原罪 我是參與全球化的剝歇系統的共犯 年一般把雌人主義之惡 一環接一環 輻射到發展中國家最窮鄉僻人 窮鄉僻人最弱勢的那個家庭 而我不但沒站上女性主義陣線 與外傭合力掙脫父權勞容 還把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鎖 複製成更小的捆綁在一個異鄉女子身上 這些面貌無疑令人不安 但脫去括號後的我 其實和香港大部分雇主一樣 只是努力生活的人 有關兼顧家庭和工作的需要 好像有選擇 卻從不是真正選擇 對於在家中引進一個完全陌生的異鄉人 其實非常忐忑 聽到傳聞中外傭的種種奇異行徑 祈求不要發生在自己疼愛的家人身上 看到虐傭個案不禁反攻自行 要求自己別吊在那條惡名招 者桌的大滑坡上 哎呦 香港人的用法跟我只在差太多了 踏上柯伯雇主的不歸入 總覺得在柯伯雇主和黑心外傭 相當這兩個極端之間 我們應該還可以聆聽中間那些人 那些事 蛤 我可以我可以 以記者身份和雇主體 雇主體驗踏進外傭議題 幾年前我萌生一個模糊的願望 以記者身份和雇主角色的真實體驗 檢視隱伏在很多香港家庭的雇傭關係 聽起來好像柯南 並且跨足外傭在乙邦的家庭 面對面了解留守丈夫和留守子女的處境 這個願望持於我家的非雍一役 他為了我們打工九年 那三千多個晚上 我家兩小零睡前都會摟著他 輕輕說晚安 與此同時 他能親親自己孩子的晚上 不到三百個 偶爾還會為他們練士和選科 越洋抓狂 非雍以以的外婆和媽媽 在這期間相近過身 兩次我都目睹他接到長途 電話後躲在家裡哭成累人 我不知自己能做什麼 倒是女兒用小小手背緊緊摟著他 某年他告訴我們 打算把自己的女兒申請來港做家務工 聽時我呆了 回想這些年來他離鄉別井 供孩子一一完成大學 沒料到最後的安排竟是這樣 我實在不知道這些女子是如何一代接一代撐下來的 此城的外傭樹木年年抵增 他們就住在我們家中 為老少提供日復日年復年的照顧 填補公共服務非常重要 卻又出奇薄弱的一環 可是對於這工作如何影響外傭遠方的家 甚至如何動搖一個國家的家庭結構和親子關係 我們視而不見 認真想來觸目金星 一段段複雜而奇特的關係 這書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從外傭雇主的試點出發 還看他們如何經營一頭加入了雇佣關係的家 當中有人曾經想像把外傭納入親密圈 美好有如一家人 奈何漸漸發現這原是某種天真 唉唷我的手機 沒關係沒關係是我自己 因為這關係中的雇佣本職根本無法否定 有人戰戰兢兢的成為雇主 然後碰上巨大的文化差異和嘗試鴻溝 雙方困在家門內逃不出彼此 令安樂窩淪為壓力場 有人在外傭離職後 使發現一家人原來站在支援服務的斷層上 家庭友善只是口號而非政策 但也有人發現聘庸外傭帶來意外好處 因為家中添了觀眾 他更要鞭策自己演好媽媽的角色 我們的家居環境如此狹窄 親職生活如此緊張 再擠進一個因雇佣合約之名而來的一國女子 要在此間畫出一條合理合情的人性化的界線 談何容易如何在艱難中實踐互相尊重的基本問號 據作家莊媒言這樣總結他第一次聘用外傭的經驗 雇主和外傭卻是複雜而奇特的關係 需要聚也需要智慧 在書的一部分我們爭得莊媒言和外傭 跟歐卡雙方同意 以計時方式拍攝這個家庭的多個生活場景 用影像探索這個公司領域交錯的奇異空間 下一段走進外傭村 第二部分記錄了我和攝影師羅伯高等到菲律賓採訪的經過 我們走進一條大量輸出外傭的村子 既住在一位情外傭家中 在他的影界下探訪十個留守家庭 瞭解他們的尋常日子 留守丈夫冒號 獨守空房的男人既成為憐憫對象 但同時也是備受監察的人 出軌的留言很多 常常由通訊科技推波助瀾 傳進兩地夫婦的耳朵裡 令月養信任變得非常困難 幾位受訪男士不約而同的 用寂寞兩個字來形容太太離家後的生活 但只有一位男士堅持要太太按照原定計畫 完成兩張合約後回家 不知道他們的合約是幾年 也是三年 雖然這代表海外收入無以為繼 卻增加了這對夫婦關係的幸福感 受訪男士中沒有一人把外遇宣之餘口 但是有回流外傭告訴我們 外遇是海外工作的一部分 點點點是套裝我只能接受 至於也是爸爸的留守丈夫 對新的親職內容各有不同程度的適應與不適應 有人成為孩子基賞的大廚和家務總管 有人抱怨自己不得不犧牲工作理想 也有人拼用本地的留宿萬庸來解決自己的不適應 有兩個受訪家庭曾聘用家庸來照顧子女 即是說香港的外傭雇主原來啟動了某種外判親職的連鎖作用 連鎖孩子冒號留下來的孩子 有的在少年期便掌控家庭收入和介入家庭的事務 或好因為傷腹或父親不被母親信任 有的放任消極把生活上的不努力通通歸咎於缺席母親 也有努力上進的好孩子護士 除了個人性情外 他們的父親能否適應新的親職要求似乎意識關鍵 他的前言好多 大部分外傭告訴我們 離鄉背景 是為了讓孩子接受大學教育 在這個層面上很多受訪家庭都是成功的 問題是受困於菲律賓國內的經濟不景氣 高等教育未必提供合理的職場通行證 在受訪的外傭成年子女中 有幾位正在計劃或認真考慮從她母親足跡到海外工作 他們不少已經成為父母開始為年幼子女的未來籌謀 這演成一個循環外傭為孩子的美好將來跑到海外工作 而長大後的孩子又為著同一個原因走母親舊路 聽起來好傷心喔 呵呵呵呵 然而這兩代人為子女所構思的美好中 都缺了陪伴成長的父親或母親 依賴 依賴是另一個值得探究的關鍵詞 受訪的回流外傭中 有幾位流港超過20年 回看最初他們只打算來港工作4-6年 但不知不覺一份接一份合約的延續下去 經濟上這些菲律賓家庭強烈依賴外傭的海外收入 情感上外傭對自己照顧的香港孩子同樣衍生依戀 甚至有留守丈夫用Edit就是上林來形容太太 與此同時他們錯過了自己孩子的成長 回流後再難找到被需要的感覺 所以回家不定是團圓 重新磨合的路上也可以經濟滿圖 因此在某種層面看來對外傭親切的好僱主 可能也是對外傭家庭具破壞力的壞僱主 因為他們往往能提高外傭續約的意願 延長比方家庭的分離狀態 下一段 改變的力量在哪裏 在第三部分我們推開家門踏進一步 嘗試聆聽外傭制度下的種種聲音 然後探索 冒號 改變的力量在哪 畢竟在一扇家門內發生的事 並不只是一個家庭的事 國際特色組 國際特色組織研究員 恩先生訪問了近百名印庸 他訝異於令人撕裂的剝削和虐待 跟某個層面上的解放 同時在這些女性身上發生 國際家務工聯會的鄭彥兒和業配 與要求社會認清家務工作的真正價值 並且分享爭取家務公權義路上的沮喪 曲線和希望 不是英文 HELPERS FOR DOMESTIC HELPERS經理 H先生協助外傭面對法庭訴訟 但一宗受虐個案曾經令他對人性失去信心 還不是英文 Asian Migrant Credit Union經理C小姐 小時候由外傭照顧 他選擇用自己的財務專長來回饋這個 被本地金融體系所遺漏的龐大社群 原來城市人的理財觀念應用在外傭身上 差不多要全盤抹掉 至於少時同樣 由外傭照顧的謝小姐 未看清移民工議體的黑洞 到仲介公司工作兩年 雖然最後依然牽絆不解 卻進行了很多有趣的觀察和思考 法律系學者David先生 創立以公平掛帥的中介公司 希望以經營思維突破悶局 管好如果你能把一個外傭不負債的帶到香港 雇佣關係就不會像現在那樣扭曲 雇主角色也是這部分的探討焦點 親子王國創辦人薛佳柔 談他如何看網上平台為雇主帶來的入門資訊 兩個雇主團體同時表達了雇主的無助感 但對於爭取外傭權益卻立場窘益 外傭工會領袖S先生 提醒雇主要求外傭不合理的長時間工作 帶來的風險其實是屬於家庭的 多個受訪者都把矛頭直指政府 像葉佩宇說的 他只把問題拋給廉價的海外勞工 來卸除自己的照顧責任 你看老人院設的輪候隊伍有多長 私人院設的環境有多差 那些環境簡直令人毛管 我不會戳通 就是好像很不就是不開心不舒服 我想說的是 應用外傭不是問題 但政府縱容剝削 不願意保障外傭權益才是問題 藝術家陳展偉有這個好奇 我們對外傭只有僱傭關係的想像 究竟他們的世界是怎麼樣的想想 其實很有趣 在第四部分 攝影師帶我們遊走 香港各處尋找 假日的小非國和小印尼 路邊的生活的 宗教的 文化的 炫意的 令人慘嘴的 共治一如 異鄉人的生活在星期天盛放 第五部分 我們邀請多位現職 外傭自述人生故事 他們在異鄉生活中 一一練成堅韌身影 但各有姿態 有人對分離的家人充滿歉疚 也有人無悔當日逃離家鄉 掙脫家庭對女性角色的傳統期望 受訪名單上的外傭 部分透過公會朋友順曼摸摸瓜連絡上 但也有不少是在路上白撞得來的 一回新鄉式的印尼排球好手Kiki 這個我會Kiki 站在球場上跟我聊了一句中 談他對運動的熱情 從前對婚姻的抗拒 以及未來對家庭的想像 笑容是國際語言 而我們碰上的外傭大多非常友善 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 除了是外傭也同時是球員 詩人、髮型師、學生、工會領袖 最後一段 耶 兩個女人 我曾經在一個親子聚會上看到這一幕 媽媽們圍座聊天 話題很快降落在外傭身上 都是好外傭真難找 他們的想法好生奇快 我那個令人好生氣 諸如此類 當中有一位媽媽憂心忡忡 說外傭即將回鄉產子 接下來不知找誰幫忙 這時一位媽媽出謀現策 大意是 你大可叫他生完孩子馬上開工 横數很多外傭都在家鄉 扔下兒子就趕回來 媽媽們七嘴八舌認同 然後話題很快就跳到孩子的學業成績上 那位媽媽或許說出了某種現實 至少有兩位受訪外傭告訴我 他們抱著自己的出生 而不足一個月便得來港打工 但叫我感到陌生的 卻是媽媽們語氣裡的理所當然 這一句 不知道是哪一個讀者他有畫線 但叫我感到陌生的 卻是媽媽語氣的理所當然這一句 接下來 那些都是愛孩子的媽媽 而且都經歷過懷抱出生兒 那種難以言喻的親子聯繫 他們在生活的其他層面 都顯得那樣理性親和 為何對於同一屋簷下的另一個女人 偏偏如此麻木 雇主媽媽和外傭 兩個硬生生的捆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女人 常常被編排到對立面上 你要是愛心泛濫竟然同情外傭 便是剝削寒心如苦處處為你著想的媽媽 倒過來 你要是抱怨此時此地 當媽媽不容易便是不知福 也沒睜眼看心自己 自己對家中外傭施行的剝削 才幾句話硝煙四起 如果我們還 我們還顧主和外傭一個比較接近真實的面貌 如果我們不再對那些遠方的家庭事 視而不見 同理心會否容易更容易建立 但願如此書沒至 把我的前言念完了 這很像那個某一個新加坡 我爸媽不在家的那個電影 我想到那個電影 再來是說怎樣 要不要講一下你的心得 心得 就是因為我家其實也沒有外用 所以我其實沒有體驗過 可是聽某一段就覺得很傷心 就是那個他就只能照顧別人的家庭 然後養自己的家庭 然後可能回去之後就 又跟自己的家庭就是又脫節 就是這種很無力的感覺 沒錯 然後可能就是他在 他到另外異地工作的時候 他可能也是適應了那個環境 他回去也很難適應 然後又離開家那麼久 一切都要重新來 對我來說可能從 回去可能就是更有壓力 就是一種回不去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也成為外傭 你有可能也不會回去 你會想盡辦法留在這邊嗎 你可能要看我去哪裡欸 然後我遇到誰 對不過我覺得台灣人 有很多去那個澳洲打工 也不是因為很喜歡澳洲 也是因為我們的薪水很低 其實某層沒有跟他們一樣 像大家都會想說 對著誰 我沒有在鏡頭裡面 大家想說 嗨我在遮 有一個靈魂在旁邊 可以可以可以 夭遊 我們現在 我們剛聽完的時候 你們覺得有什麼感覺 哪一段覺得 你們有什麼新的 各位聽眾朋友 沒有什麼感想 都可以在留言處跟我們分享喔 我們會回 請幫我們留言 我們現在很無聊 哈囉 顏智陽同學 顏智陽先生小姐 他是先生 張正哥的那個欸 誰 學弟喔 喔學弟 張正哥的學弟 也是我們研究我的學長 喔好 那學長 學長請趕快幫我們 留個言 OK 還逼人家留言喔 好笑 那還有一個什麼 好聽聲 我說這個才是學長啊 喔 我們是不是又這邊自己很開心 對啊 接下來要呢 可是我覺得我有一個很好奇 就是他自己有 啊我可以補充一個 我可以補充 因為我剛剛不是家族聚餐 我們就是 就是因為我媽媽是香港人嘛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去 我的舅舅跟我的舅媽 反正就是大家除了我之外 大家都是香港人 然後他們就在講說 喔因為我就在講說 我現在就是 要來那個書店工作 所以我要先離開什麼的 然後就講到說啊 我們書店就是關心移民工等等 就是一個外交大使的概念 然後他們就說 香港現在的那個法律已經有規定說 他們不可以擦玻璃 因為之前有發生很多起 就是香港的外用 尤其是菲律賓跟印尼 然後他們就去擦了那個 二十幾樓的玻璃 就墜樓死亡 非常多起 所以現在政府已經就是 明確規定 明確規定說 他們不可以做這種 會危害生命的工作 就是不可以去擦大樓的玻璃這樣 然後我想說喔很好 然後而且 而且因為 很多人就是 都會覺得說 可能去香港就是 錢會比較多啊什麼 就是以移工來說 錢會比較多 但是其實他們 居住環境也非常差 因為就是都很 很小又很窄 好我們來聽 瓜哥我現在有話想要補充嗎 沒有沒有 你先講完吧 我講完啦 我講完啦 所以就是 但是其實就是 事情總是有好有壞 對 而且那個什麼 我舅舅剛剛就說 你看台灣的 那個 移工 台北的啦 就是他們還有台北車站 可以去就是 還可以就是有一個遮的地方 下雨 或是很熱什麼 至少就是在室內 然後可是 香港的移工 大部分他們都是在橋的 或是人行道 就是那個中環 或是 其他尖殺水什麼 就是也是 在捷運站的周遭 然後就很多 是沒有遮壁 他們就自己要拿傘 就躲在傘的下面這樣 對 嗯 可以幫我們多分享一下 你對香港的 移工的那個 資訊嗎 我不知道啊 不然等於想到這個Q 我們知道 等一下我們在朗讀完一個段落 在由 鼎西智賢 跟我們做分 為什麼要智賢 可以講一下嗎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就是 常常都有人覺得 我長得很像韓國人 好這個我們就略過了 不好意思 謝謝 志賢等一下會 會幫大家難度 因為我覺得剛剛有一個 就是他明明就 他不是他自己有僱傭他的 他有僱傭一個移工 可是他拍照的時候 是拍別的移工 我就覺得很神奇 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移工已經回家了 還是他就是記錄各種 不知道因為他是記者 所以其實 本來就沒有說 一定要拍自己家裡 嗯 這裡面有班很多人 不好意思 我還沒看這本書 對啊 你看過是不是 我看過 好優秀 已經很久了 那你要唸嗎 還是我唸 誰 誰 你唸 那我出席 好 好 放飯 好 那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外傭住在家裡的陌生人的 第一 一個章節 在虛假的親密中 化戒 化戒的化前 戒前的那個化戒 我依然記得 九年前在地鐵站口 迎接我家外傭 這是兩個女人第二次見面 我們依然陌生 卻必須從當天起擠進同一屋眼下 分享私密的生活空間 並且共同照顧這個家庭即將出現的脆弱的最新成員 我遠遠看到那人提著大包小包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道上 他把忐忑不安都寫到臉上了 而我依然 環境上的親密 心理上的陌生 在這個奇異處境中 我們一家將學習 跟一個異鄉人舒坦共處 包括如何不當一名神贈鬼宴的僱主 如何彼此信任 如何設定各自的領域 如何建立作為母親的自信 而不必因妒忌而變之 這是一個不斷摸索並犯錯 然後摸索再犯錯的過程 而每個家庭的故事都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就要分享來自印尼Oka的 呃沒有 這是一個外傭的故事 好 呃 是啊 是啊 從印尼來的Oka 是這個劇作家僱用的一個外傭 還是是 好 從印尼來的Oka 是劇作家 莊梅言聘用的第一個外傭 自從他住進來後 原本的三口之家 添了一條隱形界線 這條線通常橫在工人房門前 有時在廚房外 他不是裝眉言化的 卻一直架在Oka心上 開始我們還未談得上有戶性 但見他常常躲在工人房 我覺得奇怪 會不會是多懶 還是想給我們空間 日子久了 我開始懷疑 那是他的訓練來的 怕打擾我們 日間沒事做的話 他喜歡留在房間裡玩iPad 扮演房門 讓我們知道他在 睡覺前 也會跟我們說一聲 才關房門 如果以人類學家探究精神 來記錄Oka的活動空間 他在家中 留下最多足跡的顯然是工人房 接下來便是廚房了 這是一套千多尺的堂樓單位 很大而且千多尺 客廳尤其寬敞 但那些似乎都不是Oka感到舒服的地方 每次外出工作後 譬如打掃玩廳房 他都會退手回到自己的小小空間中 這不是裝眉言對外傭的想像 他曾經希望Oka能多參與這個家庭 把他的主觀 意願裡人與人之間縱有界限 也肯定不是Oka把自己圈的小小的那一條 他在異地工作 即使我不能扮演他的家人 也希望這個家能讓他感到舒服 他們同台吃飯 食物分享 沐浴乳洗頭水等日用品共用 至於有些雇主不准外傭做沙發 裝眉言的反應是荒謬 跑幾次他叫Oka不用怕隨便做 但都徒勞無功 我強烈感到他還是很退縮 覺得在自己的房間最安全 似乎把自己放在一個應該站著的位置上 他的腦袋裡裝了多少不自由 在生活細節裡 這種隔膜常常造成莫名痛苦 譬如早餐安排 裝眉言發現 Oka總是不碰他們買回來的麵包 常常餓著肚子工作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不想吃 不喜歡吃還是不敢吃 問不出所以然 唯有廣視不同早餐和不同方法 最後真正有效的那招是叫Oka 落樓為家人買麵包 順便挑一個給自己 快人快語的裝眉言 偏偏遇上這種空骨回音式的溝通模式 有時挺磨人的 我們的生活本來就是自由開放的 我想我們永遠無法想像他腦裡 究竟裝了幾多不自由的東西 所以我最後還是放棄了 放棄逼迫他相信在我們家也可以自由 在他的思想領域裡 似乎是行不通的 對於這個同住兩年的異鄉人 裝眉言坦言 自己所知不多 他可能對我們認識更深 因為一堆親戚都來過 而我只熟知他的習慣 其他的都很表面 我想過很多原因可能是他的性格 也可能是他有過的經歷 遇上的家庭狀況 也可能因為他的朋友曾經遭遇不幸 畢竟有些僱主是很癲的 異有可能因為他遇見我們會翻臉 我們覺得自己開放而已 但是從他的角度出發 可能半君如半虎 雖然這樣說有點太誇張了 即是說 就算我們這一刻對他好 但誰知道後來會怎麼樣呢 如果真的放鬆下來 失去警覺 最後會不會反而中招 坦白說 我也不認為 在 不認為大家的關係是平等的 畢竟我也在教他工作 在劇本裡把人性寫得入幕三分的莊梅妍 承認自己非常好奇 但我總不能跑去問他 你覺得我們怎麼樣 我用他喜歡的方式來相處就好了 這也是一種尊重 Oka主要負責清潔 偶爾主食 照顧孩子的角色反而不吃重 因為莊梅妍多在家工作 念幼稚圓的兒子又喜歡 黏著樹附近的公公婆婆 我對他的要求是 和小朋友外出注意安全 一定要牽手 要是他不禮貌不妥 他回來告訴我 其他便沒什麼了 我有朋友聘用的外傭姐姐 英語很好 會跟孩子說故事非常不錯 但come on 這其實應該是我的工作 還是那一句 有良好英語能力的話很好 但我不覺得是應該的 莊梅妍也從不擔心 Oka跟自己禁足孩子的親密感 真的沒那種威脅 對我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 他們變得很老友 可以一起開心的玩我 便可以在家專心做事 但這情況從沒出現 其實小朋友喜歡和誰在一起 很適乎你給他多少反應 語言不通不是最大的問題 而是一種感覺 他想不想跟孩子玩 孩子是知道的 Oka的個子很嬌小 非常沉靜 我跟他見過兩次面 攝影師在多一些 因為他 隨他到幼稚園街 孩子放學 周日又到 維多利亞公園 記錄他的家日生活 他總是很有禮貌 但除了必須的社交笑容外 就是不愛笑 即使和活蹦亂跳的孩子在一起 也常常處於一種失焦狀態 攝影師很難得才捕捉到他的開懷笑臉 如放假使用iPad見親友的時候 裝眉眼的工作模式容許他和孩子多相處 但他知道在一些家庭裡 竟真實存在 即使小孩親外用不親爸爸媽媽 這的確很令人難過 但也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狀態 那邊鄉外 那邊房的外傭姐姐 因為分離 跟自己的孩子不親 這邊 我們因為工作 僱人在家幫忙 也跟孩子不親 在很多差異之間 大家的經歷盡共通著 Oka也是媽媽 孩子現在十一歲了 他是在孩子一歲的時候 就外出打工 裝眉眼說 我久不久問他 你孩子最近怎麼樣啊 他說他很調皮很難教 小朋友偶爾不接他電話 聽起來很頗疏 但某次從印尼放假回來 Oka說他的孩子在機場哭得很厲害 我聽了 心抽了一下 感覺是嘴巴上說不親 但實際上還是親的 只是這個樣子 再過幾年可能就變得不親近了 我的孩子很吃饞 很甜蜜 睡前會央求媽媽說 呃... 再... Lam Doha Mendoha 就是再抱一下 再親一下 在他面前這樣做 我有時真的覺得很難受 有某種... 呃... 醉就感 為什麼我有權利天天跟兒子這樣 人家就要飄洋過海來到這裡 有種說法說 他是為了錢 你該認為自己在幫助他 但我覺得 單單這點無法把事情合理化 骨肉分離就是骨肉分離 莊梅妍說 雖然我在某程度上確實認同 他需要這份工作來照顧家庭 偶爾 莊梅妍看出Oka正在憂鬱 他有時回答說自己跟丈夫吵架 有次因為兒子爬樹疊傷 但也有些時候表現得 不想讓家人知道 曾經他眼紅紅 我問起他 反而立即陪笑說沒什麼 我更加覺得不舒服了 好像是 他連不開心的權利也沒有嘛 在追問的話 他可能還要撒謊 豈不是更辛苦 所以後來我乾脆不常問 何必加重人家的負擔呢 好 那 你先問 天子 先問一下 你有什麼感想吧 就是我的感想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的雇主跟 贏功的關係 真的很奇妙 我覺得很難找到一個平衡 因為雖然可能 不管是什麼樣的 EGG 或是什麼樣的 雇主 都會有自己的個性 非常有殘性 人跟人相處變 本來就已經很複雜 然後又加上了雇傭關係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 好像就是那個平衡就是雇主可能希望平等的對待他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關係一開始就不對的 所以你就算再怎麼想要的跨過剛剛講說那條線 好像都還是很困難 我覺得啦 對啊我覺得在台灣跟香港的狀況可能又非常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其實所謂的外傭是非常少的 在台灣大部分都是看護 所以這個就是不同的社會在香港在台灣 其實外傭或者說雇主所面臨的問題或者挑戰是不一樣的 那好我要講的是一樣的就是說在台灣的看護 其實他的工作是看護 可是他大部分可能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看護 他都需要被要求需要做家務工作 可是其實這個都不是他分內應該要做的 那其實我們可以 大家可以去YouTube上查一些資料 就是有我記得有幾個電視台曾經 訪問過印尼那邊的仲介公司 他們在這些看護要來台灣前會先進行兩個月的培訓 他們就會被送到大城市的培訓中心上兩個月的課 那這些課程裡面除了包括怎麼照顧老人啊 怎麼做一些基本的照顧 怎麼抽彈等等之外 他其實還要學炒菜 學一些家務工作 要學台灣菜 對 那我記得當時很 記得很清楚的一個畫面 就是他們在炒在學做番茄炒蛋 然後下一個畫面是上中文課 那中文課真的非常吊詭 當時拍的那個畫面就是 這群即將要來台灣工作的印尼女生 就一起對著黑板說 我不會要求放假 我不能要求放假 對所以其實 我覺得那個 並不是說所有的問題都是政策 其實在做這些 勞動力的出口進口跟流通的仲介 我說甚至雇主本身 或者看護在來台灣之前的心態 其實都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就是這些人怎麼被教育成另外一個樣 變成台灣雇主會好管理的樣子 那這套管理的方式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可以討論 那回到香港 因為香港大部分其實 其實要找一個 外傭是很簡單的 其實是有 相當程度的經濟能力 其實就可以請外傭 而且常常一個家 可以有兩個人 可是就像平清說的 就香港的房子 大部分是非常的窄小的 那怎麼在這麼小的一個 家庭單位裡面 再塞一個人 甚至是兩個人 對啊這個其實 而且又要再切割 對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上 上午去找一些 知道很多香港的外傭 其實是住在陽台 或者是睡在廚房 就是晚上的時候在廚房打地鋪 然後我上次還有看到一個是睡在 廚藏櫃裡面 就是那個櫃子裡面 就是都有 那這個其實在台灣比較少聽到 因為在台灣其實 大部分的 看護其實都可能還會 至少有一張床可以睡覺 對 那甚至說你在安養院 在醫院裡面 他可能還有一張會客椅 可以躺著 對 所以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在上面提到的這個 雇主跟自己的小孩 還有外傭跟他的小孩 還有雇主的小孩之間的這個 情感關係的互動 其實在台灣也是 也是有的 嗯 你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做分析 我的經驗就是 我有時候會看到一些印尼朋友 在臉書上就會剖他們 跟自己付出的小孩的合照 然後就有時候是很可愛 因為可能他們就會一起畫畫 或者是 就是你會看得出來 那個不是他被要求要去做的事情 不是他被要求說 你要陪我的小孩畫畫 是自然然可能小朋友想要畫畫 然後他們就是 就是玩在一起 然後就是紀錄他的生活 這樣 然後可是有時候又會看到他們 就是PO自己的小朋友的照片 可是可能是家人寄來的照片 這樣然後就會覺得 真的是他們實際相處的時間 都是在跟別人的小朋友在相處 可是我覺得那個情感的投射 是他們理性上知道說 欸這個有一天還是必須一定是分離 然後自己的小孩是一直在另外一個國家 持續的長大 可是我覺得感性上那個感情的投射 應該還是很難完全的抽離 嗯 對啊然後再者是 其實剛剛有談到台灣大部分的看護照顧的 其實是老人 老人家 就這個比例是非常高的 那以印尼 印尼移工來說 二十 二十六萬的印尼移工裡面 大概有二十萬 至少二十萬是看護 那大部分是照顧老人家 這個是非常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那 就這樣講好了 那這些 這些看護 他在台灣照顧我們的家人 可是他們的家人其實也被放 也就留在自己的家鄉 可能說說健康 或者說不健康 這都說不定 很多其實是因為家人因為生病了 他需要出國賺錢 賺醫藥費 那他在這邊又照顧別人的家人 可能同時也在生病 其實那個內心的勞動是非常的折磨人的 相信是這樣 也有很多人跟我們分享過 而且也有很多家庭是 他當然是請看護工來照顧長輩 可是通常這種家庭也是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就是順便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他其實是老人跟小孩 很多情況是他 在老人家需要的時間照顧老人家 然後可是小朋友需要的時候還是要照顧小朋友 所以他其實他也沒有辦法說不 他也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去劃分說 可是這個才是我的職責範圍 我沒有要去照顧你的小孩 所以很多都是就是 一個順便的概念 然後又要不然你就順便再煮個菜 然後再順便再買個菜 去醫院的路上再順便幫我什麼東西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就是 對啊有時候也是很辛苦 對啊像剛剛平靜有說 那香港的政府已經明文規定 外傭不可以去擦窗戶 因為怕有危險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政府可能也需要再去想想 我們對外傭 我們的政策只有對外傭規範 可是我們有沒有對中介 有沒有對雇主 或說他的工作安全做規範呢 對這個其實我們都要從我們的生活中的 這些小小的故事再去做 反省 真的 好那我們今天 也差不多了 好那再跟大家 大家重複 今天的書單 第一本是 看得到嗎 張政的外婆家有事 是貓頭鷹出版 城邦集團貓頭鷹出版的書 然後這本書 大家可以在讀客來還是可以找到 在燦燦時光書店 也還有一些庫存 如果想要得到簽名的話 可以先到我們粉絲留言 我們如果有書可以留給你們 我們如果有書可以留給你們 第二本書 是 住在家中的陌生人 外傭 這本書 作者是蘇美智 然後裡面有個攝影師 攝影師是Robert Golden 登登 也歡迎大家可以來參覽時光 借書 圖書館 現在的 借書存錢 現在的圖書館 其實很多都有設東南亞專取 然後這兩本應該都算是滿 一定會出現 來加上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找來看 好 那有一個活動訊息跟大家 工商服務時間 工商服務時間 大家可以幫我結 好 怎麼結 我們有幫他們那個 要怎麼結 你就結那個電腦了好 在3月2號到3月6號 在台北跟台中 由紅樓師社主辦的東南亞文學論壇即將開幕 那他們在3月2號 3月3號 3月4號 3月6號 在全台灣各地 台北、台中、台南 都有 不同的 討論、演講跟研討會 我們等一下把活動頁放在我們這個直播的下面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好 可以嗎 這個文學論壇邀請了 越南、泰國、菲律賓、柬埔寨 跟印尼 當代非常有名的作家來到台灣 跟大家分享他們的作品 那如果有需要 呃 赤道 2、3、5 所發行的 小 小讀本 也可以到燦燦時光 索取 好 那請大家再 搜尋 搜尋 赤道 2、3、5 OK 那今天 我們的直播 就到這裡 就跟大家 拜拜 欸 怎麼只有兩個人呢 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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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要結個圖 這樣怎麼結 這樣怎麼按 你搭後面啊 這個這個 看人要下來了 剛好 因為等一下會變很吵 等一下大家下來就會很吵 你很安 欸這樣才有亮 這樣才有亮啊 這樣不行了啦 可以啦 快點最後 有 怎麼沒有照 有啊 你按音元件的啊 怎麼會有呢 有嗎 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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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默默等一下 好啦就這樣囉 就這樣囉 OK 拜拜 新年快 元宵節 算是元宵節 還沒啦 大家去看燈會 有三隻辣腸狗 OK 我怎麼默默 幫燈會 幫燈會那個